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见面已经过去好久了 蒙德 风 花香 甜 浪漫 这些是指什么呢 看不懂 不巧的是 提纳里这段时间正好外出 他留下的纸条中有写到 如果克莱碰到什么难题 可以去找赛诺 自己已经嘱托过对方 赛诺先生 打扰了 我对新的内容有些疑问 想请教赛诺先生 不必客气 我看看 安博以前给我写信时 口吻都很随意 但是这次好像用了不少比喻 我担心自己没能完全理解其中的含义 据我的了解 信中提及的节日大概是风花节 他是想邀请你前往蒙德一同庆祝 去参加蒙德的节日 安博邀请我一起吗 嗯 风花节 蒙德 我记得蒙德有家酒馆很有名 是知名的七圣召唤牌有聚集处 这样的话 塞诺先生 我决定了 去蒙德对吧 走 我带你 诶 请等一等 我一个人就可以的 塞诺大人工作这么忙 却不麻烦 没关系 我的年价还没用过 大概就是为了这种关键时刻准备的吧 啊 关键时刻 于是 为了各自的目标 少年和少女走向了同一个目的地 生命为何在跪拜 因恐惧为之而跪拜 因贪图力量而跪拜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 这个地方究竟藏了些什么 看你的表情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这太残酷了 那家伙说不定已经看见你了 如等并没有过程来刺激探寻你 伟大之人 不应有坠落之后的记忆 哼 开打吧 在这儿 打垮你 我会竭尽全力 为你探清前路 精确射击 大家 请进走 那个背影是 柯莱 又看到大兴风车了 真紧紧 李姐 距离你上次来蒙德隔了很久吧 不是 也行 风车应该也能算得上是一桌 打风机关吧 我们须迷人在蒙德的形象 算是彻底完了 各位旅行者 大家晚上好啊 欢迎观看本次3.5版本的前瞻特别节目 我是本次的主持人Mace 大家可以叫我小马 同时也是游戏中阿贝多的配音演员 本期节目有三位特要嘉宾 和我一同为旅行者们带来新版本的内容 大家分别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哈喽 旅行者 你们好啊 我是迪西亚的配音演员陈宇 虽然是第一次来到这个节目 但是我非常地期待 可以和大家一起揭晓新版本的内容 有什么委托吗 都可以交给我 委托还真有 但是护送克莱之类的 应该是迪西亚会遇到的委托类型吧 确实 应该有不少护送类型的委托 不过现在呢 这个委托还是交给我们的 大风机关来承接吧 感觉他也很想去蒙德的样子 有这么明显吗 大家好 我是赛诺的配音演员李青阳 又见面了 大家好 大家好 在全新的版本活动当中呢 赛诺也会为大家带来很棒的新笑话 请大家拭目以待吧 又再说冷笑话 感觉会是一个特别凉爽的版本 屏幕前的旅行者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柯莱的配音演员秦文静 这次应该是第一次在原神的前证节目中和大家见面 不过和我不一样 相信去过虚迷的旅行者已经见过柯莱了 接下来也请继续见证柯莱的故事吧 好耶 好 快去快去 对 没错 3.5版本的内容 想必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了解了 你说的没错 但是让我们先来一局游戏吧 好 来 乐意至极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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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想你的打牌了 相信大家已经注意到了 在我们的身后呢 有一个特别的小游戏 而这个小游戏的故事背景呢 在本次节目的开始已经介绍过了 是柯莱为了去蒙德参加风花节 和赛诺一起经历的冒险 看上去会和以往的节目性是不太一样的 是的 很不一样 这是本次节目组专门准备的小游戏 为了让大家更沉浸时地体验新版本内容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 小游戏是纯属虚构的 和游戏中的剧情和玩法均无关 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那意思就是随便整了呗 也不是这个意思吧 是这样的 我和马老师呢 提前拿到了小游戏的剧本 在遇到事件的时候会负责说明 还是很正经的啊 而你们两位呢 就需要控制游戏里的这个角色 帮助他们顺利抵达终点 所以被蒙在鼓里的只有我们两个是吗 看来要特别小心咯 那么你们两位谁来操控呢 那你来呗 我来吗 你来吧 对啊 没事 我在旁边给你指导 加油 你可以了 这么得意干嘛呀 你也跑不了 那话不多说就开始游戏吧 好吧 按右边这个选择框应该就是可以前进了是吗 哦 向前移动了 感觉还蛮简单的 哦 背景也会跟着变化 还挺精致的 哎 不过怎么刚前进了一格就要面临二选一的情况了呢 我看看啊 第二个吧 哎 有进路 肯定快 哦 对了 给大家一个提醒啊 这种分支呢 需要比较谨慎的选择 不然可能就会有game over的风险了 好吧 真假 那我收回前面那句话 这个游戏一点也不简单 行 有点 事情开始有意思起来了啊 如果真的game over会出现节目失控了 肯定不会 不是还有你的吗 别怕别怕嘛 试一下就知道了 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不能听秦阳老师说选第二个选项 看上去还挺危险 那我们就选第一个吧 嗯 行吧 来吧 哦 前面好像有个迪西亚的事件 你是故意让她选这个吗 我觉得很好啊 我喜欢迪西亚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看在三点五版本登场的第一个新角色吧 嗯 哇 帅帅帅 这位狠色的大姐姐迪西亚终于要在三点五版本实装了 不过虽然说是新角色 但是感觉迪西亚已经和我们旅行者经历了很多事件了 在虚名的主线篇章中 她就十分活跃 帮助旅行者解决了不少难题 那么接下来就由陈宇 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迪西亚这个角色吧 好啊 好啊 非常荣幸 嗯 就跟马老师所说的一样 不少的旅行者应该已经大致了解了迪西亚的个性了 虽然她看上去表面上大大咧咧的 但其实她专业能力极强 在杜金旅团的传说实力榜上排名也是非常的靠前 即使处于危机中也能给人带来万分的安全感 嗯 确实 在我的印象里啊 主线里花神淡季的梦境循环 其实那部分让人挺压抑的 而且迪西亚在剧情中给我一种非常可靠的感觉 就让我感到十分的安心 谢谢谢谢 在沙漠里塞诺也挺让人安心的 是吗 村口都我欧欧的事情 就就纯打架嘛 好了 说了那么多 相信各位已经对迪西亚感到十分好奇了吧 接下来就让我们具体来介绍一下 这位实力高强的佣兵吧 好 就等你这句话了 你问佣兵的工作原则 很简单 谁出的钱多就给谁办事 开打吧 快 把牙摇轻点 迪西亚代金石手里拿的是化妆盒吗 太漂亮了吧 没看错 你看迪西亚其实一直保持着很精致的妆容 那么秘诀是什么呢 就是靠着这个妆侠 我记得他总想着带坎蒂斯去买首饰什么的吧 没错 没错 虽然说佣兵的生活很刺激 但也不可能一直工作的嘛 女孩子们也会有自己的休闲时光 就像塞诺打牌一样 但是塞诺不是女孩子 你要这么理解呢 也没错 劳逸结合 劳逸结合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还是先介绍一下 迪西亚的技能吧 迪西亚呢 是一个使用双手剑进行战斗的角色 能够运用火元素神之眼的力量 凭借炽热的烈焰将敌人燃烧殆尽 而且看动作迪西亚不止会用大剑拳头也很厉害的样子 在战斗中呢 迪西亚可以通过元素战技生成静焰剑域 在领域中的敌人受到伤害的时候 静焰剑域将协同攻击 对其造成火元素伤害 同时 剑域领域还能提升当前场上角色的抗打断能力 并在角色受到伤害的时候 消解一部分伤害 转为由迪西亚来承担 这个技能看上去 能够在后台配合队友打元素反应 哦 元素反应学得不错 不过这个承伤机制 是会给迪西亚自己的生存带来很大的压力吗 不用担心这个啦 这个承伤呢 是有上限的 而且当迪西亚的生命值比较低的时候 它也可以凭借自身的天赋来恢复生命值 哇 原来是这样解决的呀 可不是吗 当迪西亚释放元素爆发的时候 它将舍弃掉这个大剑 进入赤岩狮子状态 在这个状态下呢 它能够挥舞双拳 对敌人施展高频的打击 造成可观的火元素伤害 并以一招帅气的飞踢收招 大剑只会影响我出拳的速度 我觉得还是格斗最爽啊 太厉害了 是吧 是 我也这么觉得 帅的 尤其是在配音的时候 看到这个视频里 大招的表现就觉得特别的惊艳 除此之外呢 它还有个探索天赋 也就是在白天六点到十八点的时候 队伍中自己的所有角色 移动速度都会提高 不愧是来自沙漠的顶尖用兵啊 白天的烈月对它而言 根本不在话下吧 它起而跑得更快了 虽然说大家都知道迪西亚是一个很豪爽的人 但是呢 其实只有她的挚友才会知道 当她每次九国三巡 会向身边的人吐露一些无法释怀的仇思 在三点五版本迪西亚的传说任务 《切尾宗师之章》中 旅行者将和迪西亚一起解决 她所处的拥兵团的困境 进一步了解迪西亚的经历 并且揭示一段尘封的往事 在任务之中呢 大家熟悉的迪娜泽黛小姐也会登场 好耶 那就请各位旅行者敬请期待咯 熟人 熟人 那么问题来了 也是大家最想知道的一个问题啊 怎么样才能获得这位新的角色呢 好问题 接下来呢 就是分享第一期活动祈愿信息的时候了 在三点五版本的上半期 迪西亚和赛诺将迎来概率UP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迪西亚并非限定角色 她会在三点六版本更新后 加入常驻祈愿 此外 五星双手剑维海信标 也将会出现在新版本的 五期活动祈愿中 好好 那到现在为止 迪西亚的部分就告一段落 那么请两位嘉宾继续玩小游戏吧 那我继续啦 所以说接下来又要做选择了 是吗 我是个选择恐惧症好吗 加油 哦 这是要采购物资吗 我的谈判能力可是很强的 真的吗 没错啊 这么快就买完了 我还未能讨价还价了 主要是节目组说摩拉管购 你让赛诺把枪收一收 后期给我安排一个 那个给我插一个音效 可惜让把枪一收 不愧是大风景观啊 确实很负责任 完全是因为急着去猫尾酒馆打牌 所以赶紧杜绝了一圈后患吧 大家一眼就看穿了 我觉得克莱大概也看出来了 只是不好意思点名 你看克莱哪敢说话呀 因为克莱还在学习基础知识嘛 所以到了学者多的地方会紧张吗 确实他应该有这个顾虑 好担心小姑娘遇到听不懂的东西啊 说不 你们碰巧遇到了一位熟人 真幸运 那么这次带来的是 关于发露山的情报吗 没错 在3.5版本 发露山的邀约任务也会上线 如果大家对这位 拥有百年资历的发露山前辈感兴趣的话 不妨来亲自体验一番 不仅可以看到教练院各个学派的思维碰撞 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发露山的性格和经历哦 发露山虽然有一副少女的声音 但是总是喜欢说一些很老成的话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角色 那我想她的邀约任务一定也很有趣 各位旅行者不要错过哦 教练院的事件那应该都完成了 即使是在虚构的小游戏里 大家快笑啊 快笑一下 谢谢 来 收枪的音效 那么接下来应该是直接去蒙德了吧 又遇到事件了 但是感觉这次应该是个活动吧 是的 没错 挑战活动震惊的复合实验在3.5版本中又会与大家见面了 在曾研剧院的外围 前来黎月的风丹工程师为了洗清同僚编造数据的污名 决定进行名为震惊的宝石之间的映射反应收集实验数据 洗刷污名 出啥事了 听说呢就是上次来进行震惊研究的工程师帕特里克 回国以后被怀疑实验数据造假 所以找人来替他进行复合实验了 哇 风丹的工程师也不太容易啊 是啊是啊 也不止虚迷的学者不容易啊 在活动中呢 旅行者可以连结想震惊与硬震惊 尝试多种映射效应 通过击败敌人来获得积分 依据挑战积分 可以获得不同的文章 进而领取相应的奖励 呃 这个什么响震惊 硬震惊 还有映射反应 听上去有点过于复杂了 能不能具体跟我讲解一下 听上去确实挺复杂的 我自己脑子也得转一转 其实上手以后就会发现 没有那么难 所谓的映射效应 简单来说就是战斗中的增益效果 而映射效应 需要通过组合响震惊与硬震惊来触发 响震惊呢 是增益效果的触发条件 而硬震惊是条件满足之后 可以触发的增益效果 哦 原来是这样 明白了 明白了 那么实验的具体内容呢 需要大家编好两组队伍 并配置相应的震惊映射方案 进行上下两场的战斗 在练度方面 新加入的旅行者也不用担心 活动中会提供适用角色 帮助大家完成挑战的 哇塞 听起来很让人跃跃欲试啊 那么这次 我肯定要拿到最高档次的徽章 嗯 加油 加油 行 那这样玩吧 啊 来吧 来吧 嗯 前面这个木牌 第六感跟我说 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嗯 选选看 哎 怎么办 说是禁止通行 要不我帮你问问阿维多呗 啊 啊 阿维多也不知道 好好好 之前已经讲了不少内容了 不如现在咱们先暂停一下 消化消化刚才聊到的三点五版本内容 关于克莱和赛诺如何应对眼前的危机 咱们稍后再见分晓吧 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二则兑换码吧 好 对 好 大家准备好了吗 对话码来了哦 嘿嘿 欢迎大家回来 原本的路线看来是走不通了 不幸的克莱与赛诺会怎样克服眼前的困难呢 那么接下来就请咱们两位嘉宾继续游玩 为我们揭晓吧 不是 怎么感觉被算计了 有没有暂停剑可以暂停一下啊 有没有啊 完了 继续完了 来吧 来来来 哇 不愧是赛诺啊 关键的时刻特别靠得住 嗯 不要捧杀 不要捧杀 鸡草 鸡草 哟 怎么回虚迷了 原来是这样解决的吗 太厉害了吧 哇 大风机关这么做 一定有它的深意 哦 必须必须的 嗯 对啊 哎 怎么恶魔思岗还有东西啊 哎 这个是训兽吧 难道训兽师大赛要来了是吗 哎 不是 你们注意没有啊 就是训兽和训兽业师 给我来 是谁把你变成这样的 是赛诺吧 是赛诺 完了 我怎么变成这样了 哎 大家猜对了一半啊 这次的活动呢 的确是和训兽相关的 但是形式上和之前的大赛 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由于针对抑制宝珠的改进呢 还处于理论公关的阶段 距离下一届训兽师大赛 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好可惜哦 但是呢 为了不让讨论度降低 导致大家忘掉这个大赛 主办方特意筹备了新的话题活动来进行宣传 他们呢买下了机关棋坛在虚迷的代理权 并将机关棋坛与训兽的形象互相结合起来 规划了一款全新的游戏 也就是这次的灵训棋阵了 为了推广比赛啊 感觉确实下了一番功夫的 这下双厨狂喜了呗 那么这次的规则会有什么变化呢 这个要好好听一听了 在灵训棋阵中呢 我们控制的是训兽模样的棋子 也就是小小灵训 而敌方呢 则是我们熟悉的棋阵机关 小小灵训将自行选择 最近的棋阵机关发起进攻 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选中对应的小小灵训 控制他们进行移动 或者攻击指定的目标 在挑战关卡里呢 训兽师需要指挥小小灵训 击败所有的棋阵机关 来通过关卡 从而获得奖励 那之前机关棋坛中 我们所操控的棋阵机关 这次就会出现在对面 感觉多少还是有一些压力啊 确实 所爱呢 通过消耗妙妙灵动 可以指挥小小灵训释放战技 在合理的时机使用 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哦 妙妙灵动的数量将随时间恢复 除此以外 场地中也会随机出现 贺彩加户 拾取他们可以获得额外的妙妙灵动 那不就跟打牌一样吗 还得需要规划下战技 怎么又是打牌 逃不过去了 我觉得这个游戏看上去也很好玩啊 不过我还有另外一个关心的问题 这次我们能见到之前的 训兽小伙伴吗 比如东东小元帽和 转转悠悠寿 我还挺想念他们的 猜到了猜到了 不用担心这一点 之前在训兽师大赛中 陪伴我们的伙伴呢 也会出现在这次的活动剧情之中 旅行者还可以通过 投喂改良后的妙妙琼之 与他们亲切玩耍 敬请温馨的互动哦 已经等不及 想要投喂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了 好 告别了可爱的训兽 我们继续游戏吧 虽然啊 虽然我在认真地对待这个游戏 不是 但是这些选项让我觉得比起赴约 他们更像是在观光旅游啊 对吧 是 是 是这样的吗 你猜 果然出现了 应该不该出现在这里的角色 为什么 他为什么不出现 不过凯亚的话 我觉得他出现的哪里都不奇怪 是彩蛋事件吗 这还真不是什么彩蛋事件 有关旅行者双子的魔神任务 卡丽贝尔 将会在3.5版本开放 这次在虚迷 旅行者不仅会偶遇凯亚 同时我们神秘的老朋友 戴因斯雷布也会出场 没记错的话 凯亚也是坎瑞亚的后裔吧 那这两个人碰面 一定会有什么意外的展开吧 坎瑞亚对坎瑞亚 确实 不过卡丽贝尔 这次的任务名称 好像是一个称呼或者名字 你的直觉很准 在这次的魔神任务中 卡丽贝尔的确是一个 十分重要的人物的名字 很多事件都是围绕他而展开的 在经历这些事件的过程中 有些尘封已久的往事 将被再一次挖掘 深渊教团创立之初的故事 也将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好不好奇 此外 在这次的故事中 还会有极具威胁的新深渊使徒 与黑蛇骑士登场 各位旅行者也要小心哦 每次涉及到卡丽贝尔的故事 感觉都会让人对提瓦特 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再说下去就要剧透了 大家还是亲自去游戏里面 体验一番吧 好哎 这下我明白为什么会来奥摩斯港了 原来一切都是节目组的安排呀 看来奥摩斯港的事件也都完成了 现在应该是要坐船去黎月了吧 不知道黎月又会遇到什么呢 意外的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啊 挺好的 平平淡淡才是真的 哎呀 这俩人终于踏上正轨了 不是 你们俩就看了句话了 偷着乐了吧你看 你俩打鸡话 这个应该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刷狗粮活动吧 是的 不过呢 地脉已有这个活动 相信各位已经比我还要熟悉了 对于想要培养角色的旅行者来说 应该会有不小的帮助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哦 哦 似乎要到目的地了呢 哎 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啊 蒙德真好啊 恭喜两位 真是不容易 不过看上去得先去见一下蒙德的熟人呢 哎 是可莉 不过被关在禁闭室里哎 要不要偷偷放她出来呢 如果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放可莉出来 可能风花节就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了吧 所以你先放吧 你放吧 那谁 谁放 啊 谁姐姐啊 来吧 你来吧 你来吧 那算了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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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包里可能有些东西哦 那只能对不起可莉了 还 还真是小心谨慎 怎么学一学就不放了呢 sorry 好 虽然没有见到可莉 但是我们很幸运地遇到了另一位角色 终于到米卡了 那我必须来跟大家先聊两句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西风骑士团的这位逐渐升起的新星呢 那必须记得呀 是那个佳酿节的时候 独大团长来信的害羞的小少年 对吧 这次配合她一起旅行 哇塞 我真的很想揉一揉她软乎乎的头发 这 米卡这个角色我好像有印象 她是那个特别内向的性格的那个角色是吧 她之前身上发生过什么故事吗 马老师跟我们分享分享 来 米卡呢 目前是作为 骑士团最活跃的地图测绘员 在优拉领导的游击小队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虽然她显得有些弱气比较内向 也不太善于和外人交流 但米卡的心思很细腻 既能够和合作的同事 保持着不错的合作关系 也能够对长官的命令充分理解 很聪明的 就感觉她是那种 对陌生人稍微有点害怕 但是互相熟悉了之后 就是一位特别值得信赖的伙伴 没错 没错 难得的是 她甚至还能够理解 优拉那种 有点便有的说话方式 偶尔也会帮她 跟其他的合作单位沟通 久而久之 米卡就成为了一个 十分靠谱的 跑腿人 跑腿人 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 米卡的播片吧 核对当前位置 向目标擅去侧去 地理状况记录完毕 速射牵制 我负责医疗 像一只小团圈呢 好可爱哦 软乎乎的 虽然米卡经常表示 自己不擅长战斗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米卡之前一直跟随着 大团长的远征队出任务 由于她的突出表现 大团长也给予了 米卡更多的信任 顺便还指点了她几招 让米卡在不知不觉中 也有了相当的战斗力 比如 在多数人都使用剑的骑士团 米卡使用的武器 却是长枪以及手弩 这也是多亏了法尔加 灌输给米卡灵活战斗的理念 帮助她在战斗中 找到了更适合 她本身的战斗方式 大团长做事 还真是不拘一格呀 不过有这样一位导师的话 对于成长中的米卡来说 确实是一件好事 作为骑士团团员们的助力 米卡在战斗中 学会了使用不同的手段 来为队友提供帮助 当她释放元素战技 利用手弩攻击敌人时 便可为队友们提升攻击速度 以及物理伤害 通过使用元素爆发 米卡还可以为队友恢复生命值 并为队友附加特殊状态 使队友在普通攻击中 命中敌人时 也能够恢复生命值 作为长期在野外工作的回报 米卡也磨练了一身的 生存与冒险技能 当大家派遣米卡出战时 还能够在小地图上 显示周围蒙德区域特产的位置 在冒险途中 祝大家一臂之力 我其实很喜欢米卡这样 就是默默把事情做好的人 就是认真做事 不说话就很有魅力 确实 看来大家都很喜欢身边的 这些实干家们 是的 赛诺也是 医生不干就 没错 医生不想就把人给 赛诺是人口话不多 没事干大事 谁还说冷笑话 好了 那么在3.5版本的下半期 神里灵华和申鹤 将迎来概率UP 同时米卡也将出现在祁愿中 获取概率大幅提升 如果想要这位新伙伴 大家可不要错过了 这样一来 两位新角色都介绍完了呢 我们继续吧 任务完成 累死了 赛诺终于开始行动了呢 大风季官也有自己的个人生活 放假了嘛 开始了开始了 他去了 还没上班呢 这次轮到七圣召唤了呢 那么在3.5版本中 七圣召唤同样会现实开启热斗模式 启用一个特殊的规则 那么这次热斗模式的规则会是什么呢 这次的特殊规则简单来说就是减费 我们每回合打出的第一张手牌 所花费的元素头将减少两费 同时每回合每个角色使用的第一个技能 每花费的元素头也可以减少一费 可想而知 这样一来对局的节奏就大大加快了 好吓人 更刺激了 我喜欢 从他的语气来听似乎是很满足啊 毕竟完成了自己最初的目的嘛 来吧 继续 前面看上去又是一个活动 感觉今天已经介绍不少了呢 的确已经不少了 而这个我们眼前的 有香自西来寻味北地活动呢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之前在黎月被我们帮助过的虚迷学者 他的研究被桑格玛哈巴伊老爷给看上了 并且获得了研究的赞助费 这不 他这次又来到蒙德 找人试吃加入了调料的特殊料理 来帮助他进行调研 那他岂不是前途无量了 这又开始了 那么这次的规则是和之前的差不多吗 对对 在开始调料的制作之后呢 我们需要按照配方指示的顺序 在下方指针指向对应原料时点击按钮 依次将原料加入锅中 不过呢 每次尝试制作的次数是有限的 旅行者需要尽量的避免失误 当这个次数用尽之前 加入全部原料的时候 才可以视为成功的制作了调料哦 所有的调料配方 也会随着活动时间的推进而不断解锁的 对于经常烹饪的旅行者来说 应该不会有太大难度 拭目以待了 旅行者呢 也可以把制作完成的调料 加入美味的料理中 这样就可以获得香气四溢的料理 在诚歌湖中 邀请角色试吃这些香气四溢的料理 都可以增加固定角色的好感经验 同时呢 角色会根据自身的喜好 给出一些不同的反应 考验对角色口味喜好了解程度的时候到了 确实 哪怕是香气四溢的料理 也可能会有人不喜欢呢 对 那么 这个游戏是快要到终点了吧 坚持就是胜利 那么接下来就轮到最后的风花节了吧 感觉经历了诸多苦难 快了快了 目标近在咫尺 你们好像已经迫不及待了 虽然我也一样 但但先别急 让让我也先别急 让我先急 我们也介绍了 我急了 很久了 还是稍作休息 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后一次兑换码吧 大家不要走开哦 好了 欢迎回来 那么接下来 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风花节介绍了 那我们快点开始吧 好的 那么终于轮到三点五版本的风花节了 终于轮到了 不容易不容易 风花节想必大家已经不会陌生了 经历了时间的演变 风花节在当今的蒙德 是一个属于自由和爱情的节日 除了给自己心爱的人赠送鲜花之外 像风神献上传说中的风之花 也是非常重要的传统 在这个极富浪漫的节日里 魔灵病痊愈后的柯莱 也再次回到了这个自由的国度 陪伴他同行的 还有提纳里和赛诺哦 哦 师父也跟来了 哦 我知道了 可能是想到赛诺一来就要去打牌了 所以不放心吧 太了解了 这就是老朋友吧 那这次的活动故事 与柯莱将会有密切的联系 刚刚来到蒙德的柯莱 碰巧从一本书中 得知了一个神秘预言 只要完成提到的四个条件 就能够点亮制服之灯 从而获取无上赐福 哦 得到无上赐福的话 是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吗 没错 旅行者在帮助柯莱 寻找线索的过程中 将进一步了解他的经历 见证他的成长 当然 在活动中 我们也会遇到许多蒙德的老朋友 与他们的邂逅 相信能让大家会心一笑 感觉是一次特别难忘的体验 诶 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这张背景图的远处 好像站着地马乌斯 还有一个女孩子是吗 嗯 你发现了 盲点 是的 这次活动中呢 地马乌斯也会有不少的戏份 站在他身边的女孩子究竟是谁 就需要大家亲自去体验活动 自己揭晓了 在风花节的活动期间 冒险家协会也为旅行者准备了有趣的活动 帮助大家更好地体验节日的氛围 分别是万风竹花 风物之歌和风物流影 共三种特色玩法 在万风竹花中 旅行者需要不断搜集风花球 以提升评分 当前区域搜集到一定数量的风花球后 下一个区域才会开放 在最后一个区域中 当旅行者搜集到一定数量的风花球后 风竹花环将会出现 触摸此花环极为挑战成功 在挑战区域中 还存在着追逐旅行者的拟向气球 如果被拟向气球追逐到 则会失去一个竹风点 并被送回当前区域的开始点 所以大家要注意躲避这些拟向气球哦 万风竹花除了可以单人游戏 也可以进行联机匹配 和其他玩家一同挑战 在这次的风物之歌玩法中 旅行者可以选择三种不同的乐器演奏乐曲 演奏过程中 屏幕上会出现不同的音符 当音符掉落至判定线位置时 触击判定线即可得分 根据触击的时机 可获得不同等级的得分 根据得分可以获得相应的评级 从而领取奖励 这次依旧有调教乐器的环节 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设备的延迟情况 调整判定线 从而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 若是对玩法有更深入了解的大处 您还可以自己编写曲谱 供其他玩家进行挑战哦 风物流影 则是一个使用流影机拍摄画片的玩法 旅行者需要根据流影目标 到达对应地点 拍摄符合条件的画片 即可获得奖励 在活动中 大家还可以获得一把专属四星双手剑武器 试铁之花 以及它的专属精炼道具 哇 这次风花鞋的活动还是一如既往的丰富啊 也算是对得起我们漫长的等待了 没错 尤其是英勇 这次看上去更加专业了 我都想试一试了 这么强的吗 希望这些玩法能给大家带来快乐 与萌德的人们一同沉浸在这快乐的氛围中 好了 风花节介绍完了 该体验的也都体验过了 那么是不是可以结束了呀 别忘了跑完小游戏要做到有始有终好吗 行 但是从这直接打道回府的话 应该就对我们结束游戏了吧 那个装置我认识是魔球嘟嘟宝 进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看来你们已经下定决心了 不过呢 怎么自动选择了 我没碰啊 谁碰了 可能是幕后有什么大人物 动用了魔力哦 也好也好 我也希望克莱可以在萌德多待一会儿 用魔力的大人物 感觉你们已经完全躺平不纠结 选项被强行选了这件事了 行 开摆吧 来吧 自行选择吧 应该说不愧是爱丽丝女士制作的装置啊 感觉被传送到了一个很奇怪的空间里 啊 还有一个隐藏事件 看来早就计划好了 嗯 那么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则最新的联动情报 必胜课和原神第二期联动必胜邀约寻真之旅主题活动即将上线 没错 这次的联动故事也从萌德来到了离月 那么叶兰和宁光会向旅行者发出怎么样的邀约呢 甘雨姐姐怎么不在 不会又不小心睡在野外了吧 我得去找找她 严盛茶室还有一批货物 去取一下吧 不要耽搁了进度 嗯 等等 再帮我送封信给叶兰小姐 先加藏宝图 这个作为新工具倒是不错 剩下的就回去汇报给宁光吧 上次找到的东西怎么样 不错 特别的食谱和图纸都有价值 今日便是请你来尝尝 这宝藏中提到的美食 哇塞是新的风之夜 好看 威比跑得快呢 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联动开启吧 特别提醒 为保障旅行者的用餐体验 本次联动套餐如需到店享用 将需要提前预约哦 请大家珍惜食物 有序参与活动 更多关于购餐和预约的详细资讯 请关注官方后续消息 那么我们问道路了吗 感觉这个选项很像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对啊 什么情况 怎么直接回到起点了 这怎么回事啊 是用这种方法解决的吗 真是太厉害了 不是 是梦啊 对了 做梦啊 不过就因为是梦 旅途上这一系列奇怪的经历 就说得通了吧 确实 赛诺要是会传送的话 估计会直接点击传送到 哪儿呢 好像没有什么旋律 猫尾酒馆 你是懂他的 这个关卡的最后好像出现了一个宝箱 没错 通关游戏嘛 按照传统一定会有奖励的了 好的 让我们感谢李清昂和秦文静的努力 那么接下来就由我来为大家带来一则好消息 在3.5版本更新后 我们将新增魔神任务的奖励 旅行者每完成一幕魔神任务 即可获得一枚纠缠之缘 以及其他的道具材料 切实 大家可以进入旅行向导的页面 领取相应的奖励哦 讨厌 是纠缠之缘 纠缠之缘 没错 那么版本更新之后 大家也要记得上线领取哦 好了 那么今天的前瞻特别节目就要结束了 嗯 节目组准备的小游戏真的是非常的 几个 总体说玩得特别开心呢 期待赛诺和克莱再访蒙德的故事吧 嗯 也希望大家在新版本中 能够好好享受以上介绍的这些活动 那么大家拜拜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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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